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就是目前世界瘟疫扩散的状况 全球的状况做一个基本的评估 粗浅的分析 这是第一点 然后在分析过程中要讨论一下各种不同类别的国家 在抗议这个问题上 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他们的政治有没有关系 和领导力啊 卫生系统这个应急反应的能力啊 或者文化啊 人口的年龄结构啊 都有哪些因素啊 可以解释不同的类别的国家集团 他的稍微有一些独特的反应的方式 能不能解释啊 提出来供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是第一个要谈的部分 第二要谈的部分呢 是这次瘟疫啊 对世界政治形势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这次瘟疫大概结束之后 我们人类的敌人啊 对我们人类开展的一次重大的战争啊 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 心理各个方面的创伤 对我们人类社会 我们的世界政治结构 各国国内的政治结构 主要是想谈我熟悉的了 嗯 尤其是中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从世界以外呢 有国别的主要是中国 那么在第四个题目的话题呢 谈一谈那个坊间 关于病毒来源的几种看法 几种学说 然后呢 讨论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 就是这个赔赏的问题 因为现在有些国家呢 也提出来 或者有些非政府组织啊 有些国家的政府啊 提出来呢 要要中国赔赏 那么 呃 我呢 谈一谈 我的一些看法啊 呃 第五呢 就是提出一些建议了 供这个 各国政府啊 各国人民参考 大概分这么五 五块 下面呢 我先谈第一块 对目前的 呃 世界 呃 瘟疫扩散状况的一个评估 呃 请张杰先生把我 呃 给您发的那张图表打出来好吗 大家呢 呃 很容易就看到哈 这张图表呢呃 呃 展示了 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这张图表呢 是我呃 十一号做的 呃 四月十一号 根据的资料呢 是这个呃 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呢 美国呢 霍普金斯大学 呃 以及呢 中国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政府啊 有关部门 他的一些 提供的一些资料 他也是转转于转载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呃 还有呢 一个叫做世界人口前景 一个资料库 这么一个组织 提供的关于人口数字的 呃 各国的人口的统计数据 呃 一份资料 呃 我用的资料呢 是他当天的 各国的人口统计数字 呃 这个 累积确诊率啊 还有这个各国的那个 呃 病死率啊 不病死率 就是 呃 确诊率哈 一些基基础的数据呢 都是根据这些这个机构提供的 但是我算了两个东西 一个算了呢 一个是感染率 呃 我把它变成万分之感染率 呃 其他一些机构算的是百万分之 我觉得百万分之不够精确哈 也不够精细 我给算的稍微 更加 呃 呃 精确一点就是百万分之了 然后呢 病死率呢 百分之百分之病死率 那么我呢 呃 因为时间有限哈 我呢 基本上呢 呃 呃 有些数据呢 仅仅算到了 大概一百个国家 呃 就从 呃 最高 就累计确诊数字最高 就是美国 一直到第一百个是塞尼加尔 塞尼加尔是这一百个里面的呃 累计确诊数字最最低的呃 二百七十八呃 呃 美国是我当时统计的呃 用的数据的那那天啊 就是四月十一号呢 当时是五十二万七千一百一十一 那么然后呢 我最感兴趣的呃 两个数字呢 一个是感染率 为什么要用感染率呢 因为感染率啊 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呀 在抗击这个肺肺炎病毒传播方面的能力 呃 而各国能力是是很不一样的 呃 有的国家高有的国家低 啊 那么而且呢 涉及到很多的部门 这个抗击疫情扩散呢 呃 它涉及的部门 比如说这个要是美国呢 就是呃 比如说国团全部呃 呃 海关呃 呃这个卫生系统呃 联邦的领导人 州的领导人呃 呃 然后这个边境控制的机构呃 这个医院系统呃 呃 会不会也有所参与啊 呃 呃 反正涉及到多部门的 但是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性的 应对这个传染病扩散 它的抵御它的 然后把它那个 屏蔽在国门之外 或者是已经进入国门 那么 怎么样跟踪它呀 然后呢 封闭某些区域啊 呃 这样呢使那个感染率呢 尽可能 比较低啊 它能各国能力不一样 所以呢 把这这个各国的数字加以对比呢 光就是传染率的不同 我们可以看出 各国在这方面的综合的 就应对能力的强还是弱 呃 这是反映的一个是就是国家能力的问题 呃第二数字呢 就是病死率 呃 我之所以对这个病死率感兴趣呢 是病死率呢 基本上呢 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 呃 在这个呃人们不幸得了这个病之后呢 怎么样在医院里得到治疗 或者也可以被在医院外边的民间的医生 来治疗 对吧 那么加在一起呢 有一个病死率 那么用这么两个变量 来衡量一个国家 在防止感染方面的国家能力 还有一个呢 就一旦得病之后呢 治疗病人的这个能力 其实还有一个数字我也感兴趣就 但是现在没有 因为现在疫情还在发展中 那那个数字呢就是一个国家 从这个病毒开始扩散到他的国家 到这个病毒扩散被终止被控制住啊 比如说吧 这个每天的增长的这个人数啊 变成零啊 那么就是停止啊 呃 那么但是这个数字我现在没有 所以没法进行国际间的比较 呃 如果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呢 感兴趣的学者啊 或者公民啊 也可以自己来 做一个比较 把全球 大概每个国家用了多少天 控制住疫情 这个对于 研究每个国家的 所谓的国家能力啊 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的一个指标 那么呃 这给大家解释了呃 我之所以选择这些变量啊 呃之后呢 首先给大家报告一下 在4月11号的时候啊 全球呃 当时的那个感染率呢 呃是万分之二 有一万个人里边 两个人会被受到感染 当时全球的确诊 统计的累计数字呢 是一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二十二 然后当时的那一天的 世界上的人口是多少呢 是七十七亿七千七百零五万六千四百四十四 他已经精确到个位数了 所以世界人口的统计能够做的如此精确啊 我猜想只要各国政府努力的话啊 他们的这些这个疫情方面的统计数据啊 也是能够做的比较精确的啊 嗯 现代国家的政府都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能力 就是把他们国家的公民到底有多少 多少个给数据清楚 这个其实中国在几千年前就 就有这能力在统计人口统计数据 欧洲很多的教堂 他的人口统计数据也有很也有这个有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啊 但是有点中断性的 嗯 你到他那个每个地区的教堂去查的数据 多少人口出生死亡什么 中国就从青霜以后 他政府的治理能力啊什么的都都统一啊 然后加强啊这个水准呢 当时就就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再延织下来几千年啊 所以他的能力是挺强的 那么会不会隐瞒呢 会不会有误差呢 肯定有误差的 但是隐瞒的话啊 呃有的媒体报道呢 说中国有隐瞒呃 还有一些威权主义国家 比如说俄国啊伊朗 他们认为有隐瞒 中央情报局他们他们说 也没说资料来源 当然他不会说了 可能是间谍去那查到了一些数据哈 嗯 但是我的猜测呢 因为隐瞒这个数据啊 呃不仅违反他们的国际条约义务 就是呃 因为他们根据这个 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呃的有关的规章啊 他们都必须有义务啊 所有国家把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数字啊 什么统计数字呃 准确的外面无缺的 而且非常及时的 应该在24小时之内 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呃 呃 所以如果要是欺骗的话 这是很大的一个涉及到国际法 违违违约的这样一个问题 再有呢 呃 就是 呃 这个国家的如果要是隐瞒这个数字的话 他肯定是官员 那么 要如果是地方官员呢 他很难统一起来 比如说 呃 湖北省怎么和江西怎么和上海 合作 大家一起来隐瞒 或者是望低报 还是望高报 啊 怎么协商 很难很难的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我想他没有激性 来要求全国的 所有的省 统一的编造一个假数字 因为这个老百姓死 这病毒是不管你是官还是老百姓 你是独裁者 还是平民百姓 格杀无论 所以呢 你隐瞒数据也不符合当官的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就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激性啊 去假暴这个数据 伪造数据 而且那你要伪造数据的话 你比较容易看出来 还都不用AI 你就或者数学家 呃 你普通人啊 你就看一看这个数据 呃 你也不用看他是不是符合比较随机的啊 呃 你看他的规律性怎么样 呃 如果他规律性太强 就比较容易是人造啊 但你完全看不出一些规律 而有些 比如说有些这个比例呢 和你原来对于一些国家的呃 呃 比如说呃 抗这个病毒传播的能力呀 国家能力呀 或者他的呃 医院的系统的治病的能力呀 呃 比较相符合的话 那那你你大概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 比如你对中国各省的不同的能力 你有一个基本判断 你再看他们的省的不同的 不同的省的提供的数据 你再可能再比较 你再看这具体数字 你就会 基本上都是一个判断 他的数字是真还是假 那么呃 呃我就假定呢 现在说的数字都是基本是可靠的 出入会有比如说一些死亡的人呃 呃他是 就是实际上由于新冠肺炎死亡 但是呢 呃当时政府统计的时候呢 有的政府可能要求要有测试的呃 核酸测试结果 但是当时没有测试实际 所以呢 他当时说 如果观察结论不说处的话 那那这个人这个人就可能被判断为不是 死于那个呃 呃新冠肺炎 而死于其他的疾病 比如那人同时又有基础疾病 比如说 心脏病或者糖尿病 他他就把他归到那边去了 所以这个出入是肯定有的 呃误差这都是肯定有的 呃美国也有 呃 美国各个各个地方 纽约我看的媒体报道 就有说他们的那个数字啊 里边错误应该是挺多的 但是都不是应该说是政府有意为之 呃 都是这个统计方面的一些呃 失误或者错误呃 呃 那么全世界的所有所有国家 统计方面都会有一种的误差 呃 那么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除了这套数据以外 我们不可能我们自己去去调查 对吧 所以我呢 又被紧闭在家里 我就更不可能去任何地方调查 而在这么短时间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所以只能依靠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套数据 来这个做基本的判断 那么呢 现在呢 请大家看一看这个投影机上啊 打的或者我们要公布的这一套数据的基本内容 那么我呢 就在这套数据的基础之上呢 来做一个我的基本的分析 跟大家来切磋讨论啊 呃 呃 大家可以批判啊 也可以反对我的那个说法 都没有问题啊 呃 呃 那么呃 我我呢把这些 我呢只是统计了基本上主要的一些指标 就是到100个国家 因为再往后呢 还有78个国家的资料 我也来不及统计了 来不及记忆体的分析了 但是呢 呃做了呃 某些分析 那么头100个呢 就更加稍微详细一点 但头100个呢 也占的比重呢比较大的 而且也是疫情最厉害的100个国家 因为他的那个呃 排的方法呀 是12345一直到117 178个啊 呃第一个呢 都是就累积确诊数字最多的 在这个表里边就是美国 第二西班牙 第三意大利 第四德国 呃法国 第五德国 第六 当时是中国 现在有可能已经是英国了 呃 就英国是第六 中国是第七 第八伊朗 土耳 九土耳其 比利是瑞士 荷兰 加拿大 巴西 俄罗亚 奥地利 都按他们累积的这个确诊人数 来来排列 一直排列到 178 178 178 是最最低的 啊 那么我的数据也是有的 或者也会 呃只要有时间啊 我也会尽量向大家 提供报告 但是我 重点分析真的是前100个 这些这个国家呀 分成 几部分 来 来这个做具体的分析 因为全弄在一起的话 你看不出 行为特征来 呃 就是这个国家能力啊 他有什么 有什么模式 啊 呃 你必须把它这个加以区分 首先呢 我就先呢 把这个呃第一块呢 我把它呃挑出来呢 呃 十九个 国家 这十九国家呢 他的感染率呢 是最高的 呃 那么呢 这里边呢 包括哪些国家呢 呃 我刚才已经念了一些国家了哈 但是还有 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图里看 呃 以色列 瑞典 阿尔兰 啊 安道尔 冰岛 卢森堡等等 那么 我把它分成呃 这部分这十九个国家呢 是感染最高的十九个国家 我把这里边呢 又做了一个细分 细分成这个四 四组 一共四组国家 第一组呢 是感染率啊 最最高的 三个国家 是两位就是万分之两位数的 呃 哪哪三个国家呢 安道尔 一个小国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 一个小国 人口是七万七千 两百六五 但是呢 他的感染率呢 是万分之七十七 第二个呢 冰岛感染率呢 百分之四十九 万分之四十九 呃 第三个卢森堡感染率万分之五十二 这是第一组国家 呃 都是这三个是小国了 呃 卢森堡 呃 才有六十二万人口 呃 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呃 冰岛呢 三十四万人口 呃 也是发达国家了 呃 呃 就是第一组 就是就是超高 感染两位数了 呃 就是万分之两位数 呃 呃 这一组 第二第二组呢 呃 是这个 呃 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英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瑞士 啊 这几个国家 这几个国家呢 那他的感染率呢 呃 呃 也是两位数 但是呢 呃 呃 比刚才第一组呢 低很多 呃 低了多少呢 呃 呃 最高的这组国家里边是西班牙最高 万分之三十五 然后第二呢 是瑞士 万分之二九 呃 意大利万分之二十五 法国万分之二十 比利时万分之二十四 这个国 这组国家呢 我把他叫做拉丁文化背景的国家 你看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 呃 比利时一部分啊 降法语 一半了 瑞士三分之一人口降法语 嗯 所以这个呃 这个 这这组国家呢 呃 除了刚才说的三个小国以外呢 他们的感染率呢 在这个十九个国家里边 那是第二个等次了 呃 也是超高 呃 我觉得和他们的这个 呃 拉丁背景 这个文化背景啊 可能有点关系 呃 他们的这个人口呢 更加 我的印象啊 更加浪漫 罗曼蒂克 呃 自由化 呃 不大爱守纪律 呃 对政府呢也是 也不是特别尊重啊 呃 呃 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看法了 那么 这是第二组 那么第三组呢 呃是这个 美国 呃 挪威 丹麦 英国 呃 荷兰 葡萄牙 奥地利 以色列 瑞典 阿尔兰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呢 都是呃 也是两位数的 就是万分之两位数 但是都是十几个 就是呃 万分之十几个人 呃 比如说呃 荷兰呃 万分之十四 葡萄牙十六 啊 呃 最低呢是瑞典 万分之十 这个挺有意思的呃 英国也在这里面 英国万分之十二肯定会提高 呃 这里呢 呃 有有几点观察 呃 一个呢 是 这一组国家还有德国 就是在欧洲啊 越往北 他的情况会略好一些 比如说德国就是法国以北了 他的他是十五 所以呢 他的文化区相互之间的互动啊 会多于和文化区之外的 这个人口的这个互动 所以那数字是有一些 不同之处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呃 就这些国家都是十几个十几个万分之十几个 呃 还有这个阿尔兰啊 呃 美国也在这一组里面是万分之十六 那么呃 这这一组国家呢 是第一个档次 就是等于是一百九十 一百七十八个国家里边的第一个档次 这档次国家呀 实际上是情况最差的 也就是感染率是最高的 这个这么这么一组国家是第一 第一梯队啊 但是问题是最严重的 呃 我给他们起个名可以说是叫做抗疫失败国家 等于完全失败 因为从他们的这个感染率中来看啊 他们的这个感染的这个程度啊很高 在世界上是呃 领先 那么呢 呃 我想谈 关于这组国家呢 一共十九个国家 我想谈一些我的看法啊 呃 那么这些国家呢 大家可以发现啊 都是这个老牌的发达民主国家 他们可以说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 边界都是都是可以自由跨国的 然后你要到另外一个国家 即便需要展示护照也不用签证 你比如欧洲人到美国来旅游什么的 拿护照就过来了 然后欧洲内部就是也 也是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的 然后呢 可以自由流动 你会不会自由流动 这对于这个瘟疫的扩散 会有形成不同的特点 那么就拉丁文化背景的人呢 他们的流动性啊 相互的流动性更高 所以他们的这个感染的数字啊 都差不多 都是最高的 然后北欧呢 都比较低 相对比较低一些 比如挪威12 丹麦11 瑞典10 这比呢 这个第二类的 意大利这个25 西班牙35 法国20 又第一个档次 德国呢 也有点像北欧 英国呢 由于他是个岛国 他和大陆呢 有些物理隔离 他呢 也是12 在4月11号那天 以色列呢 由于他出于中东 虽然他的数字呢 也是比较高 都是两位数的 我把两位数的群 放在一起了 就是这个最最高的 而且累积数字也比较多的 百分比呢 也比较高的 我这是万分比了 还有爱尔兰 爱尔兰也是隔着海 所以他是18 没有达到这个欧洲大陆 像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那样的水平 那么这些国家呢 里边有呢 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大国 美国 一年的这个军事预算 7000多亿美元 可是呢 面对病毒的进攻 四条航空母舰的水平全有相当程度的感染 全趴在窝里不动 是吧 就是说呢 这个病毒的对人类的攻击啊 完全不看你这个国家富裕程度 高还是低 像卢森堡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这个 而且呢 也不分你是穷还是还是富 对吧 穷的后边会贪 照样照样攻击 那么这些富裕的国家呢 我刚才讲了一个特点就是说 基本上它实际上是一个命运沟通体 相互依存度相当的高 人类源流动非常的多 美国在第一时间把和中国的这个边界 等于给封闭了 可是对欧洲都是开放的 所以美国的很多的病率 病例包括我们纽约 很多的传染病例都来自于欧洲 就他们有有研究的 就是他们的发现 嗯 这些国家呢 本来啊 他们的国家能力呢 应该是比较强的 但是我们我们看到实际上的并不是这样 这个 这个他们的感染率都都很高 嗯 综合性的国家能力虽然强 但是呢 没有控制住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呢 要讲这个国家能力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要看 在针对这个瘟疫的传染的这个 这种情况下啊 最主要呢 要看呢 是一个国家的 卫生安全应急能力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国家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呢 一个国家是强还是弱 会决定这个国家抵抗瘟疫传播的能力 的强或者弱 他们呢 普遍呢 带有一种优越感 他们认为呢 呃 他们完全能够应付这个病毒的传播 不像中国 中国落后国家啊 意大利甚至有人说这 这种疾病不会传染我们白种人 这你们黄种人会得的病 有一定程度的傲慢 也是有很多的过度自信 啊心理学研究 其实我们多数人都是都过度自信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看到一些欧洲人犯的错误呢 就是比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过度自信 还要过度自信 因为他说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种啊 嗯 会影响你们黄种人 我白种人没事 嗯 所以呢 他们呢 准备不足 嗯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 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都有选举的需要 呃 而且有党争 那么选举呢 要看你是什么时候选举 比如说美国今年选举 那这个呃 目前的这个这届政府 要面临11月份要大选了 所以他在和这个病毒 做斗争的过程中啊 他也有选举的考量 所以他的制定的政策呢 也要符合他希望连选连任的 这个关切和他的希望和他的要求 呃 所有这些国家都普遍的缺少这个卫生储备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的发展啊 很多国家都把这个制作一些卫生供应品 这些比较低端的一些制造业啊 转移到这个发展的国家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去了 所以结果呢 呃 发生疫情了 他们这呢没有做好足够准备 那储备就就不够 有储备方面的稀缺 呃 充分的合作 呃 他们有这个自由的传统 人权保障的传统啊 甚至戴不戴口罩争论了将近一个月 在欧洲在美国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的老百姓有独立思想 多数人啊 这个而且也有不是轻易的相信政府 与政府合作的这个传统 还有一个变量呢 就是说你即便你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往往呢 呃 很多国家是两党制啊 只有一半的选民会支持一个国家的政府 另一半选民是反对你的政府的 他选另外一个他希望选另外一个党 但那个党没选上 所以呢 在你这个所以呢 你这个政府实际上就代表了你的人口的一半 呃 另外一半如果不跟你合作呢 那你问题就很大 呃 所以呢 这个 就是你在人民中是不是有真正的可信度 这是福山提出来的 就是可信度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也不是民主也不是治理能力 呃 呃 不是别的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变量我们我们也可以考虑的 就是各国的医疗方面的投资 呃 占那个GDP的比重 这能不能预测他们的应对能力呢 我看了一下也是应对不了的 也是不能不能解释不能预测的 呃 我这里有大概二三十个国家的就是他们的医疗开支 占低GDP的费用 你看美国占了他的卫生开支占了GDP百分之十七 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 但他现在的呃 瘟疫的传播累积数字 是最也是最高的 你按说你你一个卫生开支最最高 你你这个抵抗的能力也应该是最强的啊 呃 呃 那个瑞士啊百分之十二点二 呃 就是万分之零点五八 就一万个人里不到一个人 一万个人里才半个人呃 受感染 本来呢按说呢 美国应该做的比中国好才对 但是中国的感染率呢 比美国低的低的太多了 低了低了多少呢 我我算了一下 呃 美国的感染率是中国的七倍 就是不是感染率 就是累积累积的那个感染人数 是中国的七倍 感染率呢 是中国的二十八倍 中国是万分之零点零点五八嘛 美国是万分之十六 是中国的感染率的高了二十八倍 这些呢完全无法无法解释 你要用 你用这个国家能力 按说美国国家能力应该很高啊 军队也强 科技也强 经济也强 然后呢文官体制他的政府的啊 这个高一个高度现在 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他的文官文官的素质 也应该是很强的啊 嗯 德国十一点三 韩国七点四 印度四点七 英国九点一 澳大利亚九点四 台湾是六到七 但是呢 基本呢 然后这个金合法组织啊 就是发达国家的他们有个组织 叫做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他们的这个医疗费用啊 在GDP增占的比重啊 平均呢 是八点百分之八点九 日本是十点一了 香港反而很低 香港才是百分之二点八 相当低 但是这次香港做的是很不错的 虽然他离大陆这么近 而且他关闭边境又关闭的很晚 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 本来因为港府他是 呃考虑到就是和北京的关系了 他不愿意就关的太早 如果如果那个WTO世界卫生组组 没有说大家可以自己决定是不要关闭边境 但是他们的医生不干了 这个罢工啊 就要求这港府立即关关闭边境 后来他们才采取了一些措施 所以比较晚 呃但是呢 呃而且呢他们的这个我跟他说了 他们的呃卫生方面的开支 比比大陆都低 大陆是百分之六点六 香港是二点八 但是呢他的他的感染率呢呃也是也是比较低的呃 那么所以呢这些数字呢预测不了一个国家的这个卫生应急能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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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